这棵生长在澳洲雨林的大树是剑雪蜂猴树 它的树皮会分泌乳白色的有毒枝叶 如果动物舔食了 树叶中的剑雪蜂猴带会迅速扩散到全身 导致血液凝固和心脏麻痹 动物会在很短时间内死亡 这种繁育机制使动物对它近而远之 当地人也用它的毒液擦拭箭头来打猎 剑雪蜂猴树似乎无懈可击毒霸雨林 但这只闪着红眼的黑鸟可不同意 它的名字叫群灰两鸟 秋风吹过时数百只两鸟在剑雪蜂猴树罐上安家落户 两鸟们还就地取材 直接吃树罐上结出的果实 剑雪蜂猴树的树干树枝树叶都含有剧毒枝叶 但果实含毒素较少 不过也有个问题 那就是吃了之后会腹泻 数百只小鸟吃了果子后不断窜息 每天都会产生数百斤有毒粪便 不停地洒在树下土缆上 鸟粪中的毒素逐渐渗透到树的根部 并引着树干输松到叶子上 虽然剑雪蜂猴树能产生毒素 但它的生长依赖于水和营养物质 一旦养分变得有毒 它内部生理机制就会被破坏 最后在毒素的不断侵蚀下 树枝干枯断裂轰然倒塌 剑雪蜂猴树被自己的毒素给毒死了